第一次来到北京玩 还要是自己一个人 而我只懂得说地道香港人 那些不咸不淡的国语 我都算是很大胆 北京一个地方不算小 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孩好几次 这一次他居然走过来自我介绍 糟了,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 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 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 还赞我比起本地的女孩 漂亮得黎摩登点 总是一次又一次不小心 走进悲伤的森林 以为已经沉睡的恋情 又在午夜里惊醒 总是不知不觉地想起你 惊慌失措的眼睛 就像已经远走的背影 依然靠在我怀里 孤孤单单一个人 走在黎映双双双的街头 忘了我在找什么 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 总是在失去以后 才想再拥有 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 夜空那幕烟火 映在你的心里 是否触通尘封的记忆 总是在一遍以后 才想再回头 不管重新等待多寂寞 夜空那幕烟火 映在我的心里 是无穷无尽而涌走 于是我剩下来的那个星期的行程 就是和一个男孩在一起 一起在长城上面 看我们祖国的风光 我们都很陶醉 大家都好像忘记了 香港太平山 和台湾阿里山的景色 语言已经不再是我们之间的隔膜了 但是一个星期很快就过了 他和我说了句话 我使了烟而尼斯团火 他一流烟 就是因为我这一团火而产生 但是我只能回答他说 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厚 烟就会飘走 火就会熄灭 一两节都不知道属于夜去地方 总是一次又一次不小心 走进悲伤的森林 以为已经沉睡的恋情 又在午夜里惊醒 总是不知不觉的想起你 惊慌失措的眼睛 就像你已经远走的背影 依然靠在我怀里 孤孤单单一个人 走在定音双双双的街头 忘了我在找什么 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 总是在失去以后 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 夜空那一样 夜空那一天 印在我的心底 是无穷无尽的永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